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 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地球的环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此 回收成为了保护地球环境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之一 本文将介绍回收的重要性 回收的方式和方法 回收的挑战和困难 以及支持回收的行动和措施 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回收和环保的重要性 回收是指将废弃物转化成有用资源的过程 透过回收 可以减少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 同时还可以节约能源和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 以下是回收的重要性 一 减少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 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例如 回收可以减少填埋场和焚化场等垃圾处理设施的使用 从而减少对土地、水源和空气的污染 二 节约能源和资源 回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减少对新资源的需求 例如 回收可以将废纸、废铝、废塑料等转化成新的纸张、铝罐和塑料制品等 从而节约能源和资源 三 促进可持续发展 回收可以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通过回收 可以延长资源的使用寿命 同时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方法实现 一 分类回收 将废弃物根据种类进行分类 并进行回收和处理 例如 可将废纸、废铝、废塑料、废玻璃等进行分类回收 从而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二 堆肥回收 将除鱼、落叶、植物枝叶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堆肥 生成肥料和有机制 从而实现废物资源化利用 三 再生回收 将废弃物进行再生 生成新的产品 例如 可将废旧家电、废旧轮胎等进行再生回收 生成新的电气产品 轮胎等 四 建材回收 将废弃建材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例如 可将废弃的砖块、石头、混凝土等进行回收 生成新的建材 以上是回收的一些常见方式和方法 通过这些方式和方法 可以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利用 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促进可持续发展 回收面临住很多挑战和困难 以下是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 缺乏回收技术和设施 回收需要相应的技术和设施支持 但在一些地区 回收技术和设施的缺乏 成为了回收的瓶颈 二 缺乏人力和财力资源 回收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支持 但在一些地区 由于资源有限 回收行动受到了限制 三 环境污染问题 在回收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二次污染 如产生有害气体、液体和固体废物等 对环境造成影响 四 回收价值低 一些回收产品价值较低 且回收和处理的成本较高 从而影响回收行动的效益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和困难 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 加强回收技术和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提高回收产品的价值和效益 加强环境监测和管理等措施 为了支持回收行动 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以下几种行动和措施 一 制定回收法规和政策 政府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回收法规和政策 促进回收行动的实施和推广 例如 通过立法和政策支持回收行动 鼓励企业和公众参与回收行动 二 加强宣传和教育 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对回收的宣传和教育 提高公众的回收意识和参与度 例如 可以通过媒体 学校 社区等途径 宣传回收的重要性和方式 提高公众对回收的认识和支持 三 支持回收企业和机构 政府可以通过资金 技术等方式 支持回收企业和机构的发展 促进回收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 四 强化监管和管理 政府需要加强对回收企业和机构的监管和管理 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回收进行非法活动 保障回收行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五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回收是全球性的环保问题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分享回收技术和经验 共同推进回收行动 实现全球环保目标 总之 回收是保护地球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 企业和社会组织 都应该承担回收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广回收文化 从而让回收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回收行动的目标 保护地球环境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此外 除了回收 还有其他一些环保行动 也值得关注和支持 例如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垃圾分类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行动 都可以对地球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下面将简要介绍一些其他的环保行动 一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一次性产品是目前垃圾排放量最大的一个类别 例如塑料袋 塑料餐具 一次性纸杯等 它们的使用寿命很短 但却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来生产和处理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可以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二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垃圾分类 可以将可回收的资源分离出来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从而实现废物资源化利用 同时垃圾分类还可以减少垃圾填埋场和焚化场的使用 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三 减少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排放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可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例如 可以通过使用清洁能源 改进生产工艺 加强监管等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总之 回收和其他环保行动是保护地球环境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可以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美好未来 如今 全球各国都在积极推进环保行动 尤其是回收行动 因为回收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还可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 但是 如果不实施回收和环保行动 地球和子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和危机 以下是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 一 资源枯竭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加 如果不通过回收等方式进行资源循环利用 将会迅速耗尽地球上的自然资源 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例如 如果不进行纸张回收 将会消耗大量的树木 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同样 如果不进行金属回收 将会耗尽大量的矿物资源 影响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二 环境污染 大量的垃圾和污染物会对土壤、水源、空气等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这些污染物会威胁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 影响生态平衡 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带来威胁 例如 大量的塑料袋和塑料瓶被丢弃后 很容易被风吹散或被动物误食 对环境和动植物造成严重伤害 同样 大量的污染物排放也会对气候造成影响 从而导致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 三 气候变化 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气候变化 如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等 这些气候变化会对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例如 全球变暖将对农业和渔业造成影响 从而影响全球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 同样 极端气候事件也会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 如飓风、洪水、干旱等 四 能源短缺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能源需求也在增加 如果不通过回收等方式进行资源循环利用 将会迅速耗尽地球上的能源 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例如 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能源来源 但是它们的储量有限 如果不采取措施 进行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 将会面临能源短缺和能源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 如果不实施回收和环保行动 将会对地球和子孙带来严重后果 因此 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回收和环保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广回收文化 减少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 护地球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环保行动是保护地球和人类未来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实施回收和环保行动 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环保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广环保文化 减少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保护地球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同时 政府和企业也应该承担起环保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政策和行动来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政策和监管等手段 推动回收和环保行动的实施 鼓励企业实行绿色生产 减少污染物排放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推广环保文化的过程中 教育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 从而推动环保行动的实施 宣传可以增强公众对环保的认识和意识 从而促进环保行动的普及和推广 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 例如举办环保讲座 编制环保宣传片 开展环保竞赛等 从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行动的积极性 此外 还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推动环保行动的实施 例如 开发智能回收垃圾桶 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等 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资源循环 利用和减少能源浪费 在推广环保文化的过程中 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环保价值观 只有在共同的环保价值观的基础上 才能形成有效的环保行动 在现今社会 环保意识日渐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地球的健康和未来 而回收和再利用是一种简单却有效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减少对原始资源的需求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促进经济发展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回收 从现在开始 透过回收的魔力 为地球守护一分力 是一本关于回收和再利用的电子书 由专业作者撰写而成 本书详细介绍了回收的基本知识 回收的好处 回收的种类 回收的方式 回收的历史 回收的技术 回收和政府政策 回收和环保 回收和健康 回收和经济 回收和社区 回收的概念 回收和家庭 回收和学校 回收和企业 回收和国际 回收和社会 以及回收的未来等等 全面深入地探讨了 回收和再利用的重要性 方法和未来发展趋势 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 回收和再利用的概念和方法 还可以启发读者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参与度 通过阅读本书 读者可以学习到如何选择和分类垃圾 如何将可回收物和危险物品进行回收 如何通过创新技术和再利用来实现资源循环 如何与政府、企业、社区和学校合作来推动回收和再利用等等 如果你想为地球出一分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那么这本书是你必读的一本经典 不要再让垃圾成为我们的负担和污染 让我们一起通过回收和再利用 为地球守护一分力 赶快下载这本电子书 开始你的环保之旅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Apple Books和Google Play Books 购买此本电子书 你可在信息栏中找到连结哦 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量越来越大 这也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 因此维护地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为了全球共同的任务 回收和环保行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实施回收和环保行动 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环保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广环保文化 从而保护地球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在此 我们呼吁所有人们 不论是政府 企业 还是个人 都要加强对环保的重视和行动 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 鼓励和支持环保行动的实施 企业应该实行绿色生产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个人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如分类垃圾 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等 从而实现绿色生活方式 保护地球 不仅是我们当下的责任和义务 更是对未来子孙的承诺和关爱 只有在共同努力和贡献下 才能实现地球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并为未来子孙 创造一个更美好 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启发您对环保和回收的重视 并激励您加入我们共同为地球环境做出贡献的行列中 如果您认为这次分享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成长 请不要吝啬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 让他们也能够了解环保的重要性 同时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时收听最新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为地球环保出一份力 我们的使命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让更多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并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非常乐意聆听您的想法 并积极回应您的每一个信息 最后 让我们携手合作 共同为地球环保出一份力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也能够享受到美好的自然环境和资源 感谢您的支持 祝您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收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